人,这个观念一改变,你的态度就改了,你的信念就不同了,你的情绪就不一样了。 比如说,你今天出去的时候,碰到下矣,你就很不高兴。 为什么这个时候下矣呢? 然后你就赶快想一想,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下矣呢? 因为有很多人渴望着下矣,不能因为我一个人,我就反对他下矣。 你看,这么一来,你整个看法就不一样,你的程序整个就冷静下来。 我想这一点其实,我们中国人讲得非常清楚,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我们就是不能退,每个人都不能退的时候,那就僵在那里。 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我们总认为,唯我独尊,以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很合适,但是要看你自己是怎么个看法。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,所有的事件,我们都无法控制。 今天世界这么大,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,就是它息息相关。 各位有没有发现,以前世界同样这么大,但是我们可以不管它呢? 我们可以关起门来,外面事情我就不管。 现在为什么不行? 因为交通发达,因为交通发达,因为资讯的交流快速。 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出现了,叫做千一法动全身。 这样各位才知道,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。 因为只有我们才做得到,其他民族都做不到。 其他民族它对就对,错就错,好就好,不好就不好。 它没有包容性,它没有包容性。 只有我们中文度量最大,这样好吗?这样不好啦。 不过也没有关系,改天再说,大家好商量。 听起来很气人。 但是我告诉你,这是最有修养的。 西方人认为一个人长大以后,他的所言所行, 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环境所造成的。 这点我们也承认。 我们把它叫做情绪负债。 把它叫做情绪债务。 我们承认。 但是你不能负债一辈子。 你有债务你可以还。 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。 当然现在慢慢都在朝我们这个方向来走。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 而且超知在我。 我想儒家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。 不要老靠别人。 别人是不可靠的。 求人不如求己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我们要弄得很清楚。 如果环境可以决定我们的一切。 而环境又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 那人就完了。 人就没有自主性了。 那就完全之好听环境的摆布。 那你努力有什么用? 你有理想又怎么样? 不对。 我们可以倒过来。 我们可以。 不是控制环境。 不是改变环境。 而是调整我们的心态。 我顺便说一下。 当有一天灾难到达的时候。 我是劝你,不要惊慌失措。 不要非逃命不恐。 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死了。 往往比不死更好。 我就是故意跟大家讲这种话。 我是研究很久很久。 每一个人会替自己选择怎么死。 什么时候死。 而不是说偶然的。 情绪看起来属于外面的事物而改变。 实际上不是这样。 我们才有救。 否则我们就没有救了。 因为观念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。 我们必须要再说得很清楚。 情绪是什么? 情绪就是我们的观点对外界的事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。 而我们的观点是操控在我们自己。 当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很生气的时候, 我就告诉自己我生气干嘛。 说不定他已经改变了。 他以前对我不好, 现在说不定对我很好。 就这一念之差, 你的情绪就不一样。 而这一念之差, 你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。 情绪可以管理。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观念, 我们是很方便去调整, 去改变, 去控制。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有一个结论。 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 最有效的办法, 就是时时刻刻调整你的观念。 就这么简单。 不要寄望别人。 不要抱怨老天。 不要希望外面环境会改变。 这么简单. 别愿意。 谢谢大家。 vielenunity。